人类可以用指纹来辨识身份 而宠物也有独特的部位 鼻子上的纹路 一起来了解 美极狗狗对于它的主人来说 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如果有一群长得很相似的狗狗在一起 如何才能证明这就是自家的狗狗呢 现在常用的宠物身份识别方式 是植入芯片和纹身 但这都会对狗狗有一些伤害 韩国首尔一家名为IC Lab的人工智能和生物识别公司 开发了一种新技术 只要掏出手机对着狗狗的鼻子照张相就可以了 因为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 猫咪狗狗等动物的鼻纹也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也不会改变 这可以说是非常棒的身份标识 这位寻找走失的丑狗狗 或者为流浪狗找到主人提供了便利 IC Lab公司表示 这项新型的生物识别技术准确率可以达到99.9% 他们自2019年开始一直与韩国政府合作 开发和测试用于商业化的鼻纹ID技术 预计在2024年可以完成项目 成为韩国官方宠物狗身份登记的新方法 而每只宠物狗的注册费用大约是14美元